來就開始 好 好 OK 大家好 那所以 今天要講的東西就是 Pyro這種language 那在剛剛前一場的前一場 這個roll-up的部分 其實有稍微提高一下這個語言 那 所以Pyro是一種 就是這個實作上 Efficiency的 Yulin Coffee ZK Star 他是特別用在 StarNet這種 這個ZKGoWR上面 所以我們就 在開始之前我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 我是 王全軍 目前是就讀清單這東西 OK 就開始吧 那首先先提到什麼是 ZK Star 什麼是Star Star是一種Proofing System 他用一些很厲害的密碼學技巧 然後可以提供相比於其他ZK Proofing System 還要不同或是更加好的一些特性 那什麼是比較好的特性呢 我們可以看這張表格上面 目前比較知名的兩大派系 SNARK跟STARK 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Type Compensity 上面Prover的差異 好像是SNARK比較厲害 那有發現好像也是SNARK比較厲害 那可是最大的差別就是在STARK 他是不需要Trusted Setup的這個過程 所以呢其實有蠻多STARK的支持者 認為說SNARK雖然好像Type Compensity比較低 但是他有些東西是 是需要被藏起來的 需要被丟掉的 所以好像不是這麼的透明 所以其實STARK的那個T的縮寫 就是Transparent 他就是特別標榜說 我所有東西都是公開的 我沒有任何一個步驟是需要隱藏起來的 需要被丟掉的 那雖然Type Compensity 其實也看起來是SNARK比較厲害 但其實在目前現階段實作上面 就是真的有可以跑出 可以實際上去運作的產品 也是STARK的時間這個運算的秒數是比較低的 所以我們都知道 Time Compensity跟最後做出來 你看在CQ上面跑 那個程式的秒數是有很大的成績 所以我們再回到STARK這個字的縮寫 所謂的S Scalable 它就是指說 Verifier的計算複雜度是PolyLock 那這個相比於傳統的 我們就知道現在目前Ethereum Layer 1 它要求每一個Verifier或是每一個節點 它都需要把每一個Transaction 通通都跑過一次 通通都驗證過一次 這叫做Lock On的複雜度 那PolyLock N相比於On就是低很多 所以它是具有可擴展性的 我一條鏈上面 我可以容量更多的Transaction 但是我卻不會讓Verifier 需要花更多的時間去驗證 那Transparent剛剛有提到 它就是不需要Trusted Setup的過程 那因為一些複雜的數學特性 所以STARK看似是比較能抵抗 量子電腦攻擊的 那這邊提到就是 不管是SNARK還是STARK 它現在之所以這個ZK的技術 會很適合用在Lockchain上面 它的特點就是在 因為傳統的 最一開始在1985年提出的 最初版本的ZKP架構 它其實是由Verifier跟Fulver 兩個去交互溝通的過程 那很明顯 這個Interactive的過程是 完全不可能適用在Lockchain上面 你不能發一個Transaction 結果現在網上所有的節電都要求 要去跟你問一些秘密 然後你要想辦法去說服他們 這是不可能的 現在有1萬個節電 然後你發一個Transaction 你要跟1萬個人溝通 這太不合理了吧 所以STARK跟SNARK 他們非交互的這個特性 就非常適合用在ZKP裡面 非常適合用在Blockchain裡面 那為什麼我們會這麼想要把ZKP 導入到Blockchain 就是因為ZKP可以在不揭露原始資訊的情況下 我們去說服別人說 我們知道什麼樣子的隱密的資訊 那這樣子的話就可以讓你的Blockchain 它的這個隱私度Privacy 是保有或甚至是提升的 好 所以講這麼多 那就是ZKP就是一個聖杯嘛 那我們就很簡單 把它一邊改一改這樣就好了 那其實是不行的 因為ZKP的模型是沒有辦法 運用在Generable Proverbs 所以想要把EVM直接改成ZKP版本的EVM 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那目前市場上主流呢 有兩種不同的派系 一種是 好 它雖然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但是我們想辦法要克服它 我們就是餘工移山 就是要把這座山把它挖到消失 那這樣子的派系呢 像是Ventury Labs 他們有推出ZK-Sync 或者是Polygon 他們有推出ZK-EVM 就是走這樣子的派系 他們嘗試去建立一個 EVM compatible的ZK-EVM 那另外一個呢 就是我們今天要介紹的 Cyro Language 它去建立了另外一個 Programming Language 這個Programming Language 可能不是或甚至不可能 變成ZK-EVM compatible 但是呢 它也是一套Turing compatible的 Programming Language 那我們不知道 只要是你可以稱為是Turing Machine 或者Turing compatible的 Programming Language的話 他們就有辦法去互相 他們的計算能力是等價 所以他們也有一些方法 可以互相做轉譯嘛 所以 事實上它也可以到達 理論上面的等價 所以講這麼多理論的部分 就是 Cyro為什麼會存在意義 就在這邊 那我們就開始進入到 比較實用階段吧 在開始之前呢 我們先稍微講一個大方向 我們很喜歡用Ethereum這個LayerWave 然後我們也喜歡用MetaMask 這個圖形化介面的錢包 我們很常用 EthereumScan這個Blockchain Explorer 我們有時候會寫 Selidity 或是Viper Smart Contract 那在寫的時候 一定會用到HardHead 或者是Travel等等的開發套件 那你想要去跟電商的合約互動 你可能會用到 EthereumScanJS 或是WebScan.js 那你有時候可能會用到 Remix 好 所以在StarName這個鏈上呢 等這樣的東西就是 圖形化介面的錢包 是Rx Blockchain Explorer是Voyager 那 SmartContraLanguage就是 剛剛一直跟提到那個 關鍵字 Kyro 那 其實StarWare Labs 他們是有提供 不管是Kyro的Compiler也好 或是StarName的一些 CompadeLine Interface 要來 那這個 其實 不是要這麼好用 你要大很多智力 所以呢 我們很常用的那個套件 Hardware SmartContra的 就是OpenZipping 他們就推出了一個 也是很好用的東西 就把StarWare 他們推出的那些CLI 通通給它包裹起來 然後 變成一個套件 叫做Nio 所以 待會兒會大量提到 要怎麼使用Nio這個套件 那 你當然也可以用StarWare 的CLI 那 Remix 他們有提供一些 Additional的Bugging 可以 去編譯 缺點可不可以部署 反正就是 可以在Remix上面做 撰寫Kyro language SmartContra的事情 不過 比較不建議 因為 Kyro language 目前還是處於一個 比較 Beta版的狀態 所以 經常會改動它的Spec 那 可能Remix沒有跟上 所以大部分 還是希望 建議大家應該是要使用 原生的CLI 會比較好 所以 StarName它的 特別之處 這個特別是指 對 猜客者來說 你可能會覺得很痛苦的地方 第一個就是 沒有EOA 大家聽到這邊 可能就是 這句話 在跟我開玩笑 沒有EOA 那大家怎麼 在那邊想互動 對 StarName 它 完整的始作 的一種 Etherin的 在未來 Romate的一種 理項 叫做 Account Application 那這個是什麼東西呢 就是指說 我們所有的地址 其實都是Smart Contract 我們不再有EOA 跟Contract Address的差別 我們所有的地址 都是Smart Contract 那我們一般的EOA 要怎麼去跟 blockchain互動 那就是 也是去跟一個 Smart Contract 互動 所以整個流程 就會變成 原本在Etherin EOA 用Private 去簽一個Transaction 那現在就會變成 外部使用者 就是 所謂的EOA 雖然 沒有這個詞 EOA利用Private 去簽一個Transaction 但是這個Transaction 永遠只會跟 某一個地址互動 那個地址 就叫做 Account Contract 它就是一個合約 那這個合約裡面 有一個很特別的函數 叫做Execute 這個函數 所以你永遠只會 跟Execute 這個函數互動 那你要怎麼去跟 其他第三方合約 互動 我總統永遠都跟這個合約 互動 那這樣我怎麼用Uniswap 我要怎麼用 OneInch 什麼之類的 我要怎麼用Perm 所以呢 我們就在跟Execute 這個函數互動的時候 我們會攜帶一些 Transaction Payload 那這個 Transaction Payload裡面 就會去Specify 我到底要去跟哪一個第三方合約 互動 我要互動什麼東西 我要互動什麼函數 那我的函數 總會有一些Input Argument 我的Input Argument是什麼 所以這邊就有個範例 跟大家講說 像是這個地址 這個就是 我某一個錢包的地址 好 大家可以看到 它跟Execute很不同 它不再有什麼 from 跟to的address 它就是有send to 那send to的那個 0x006 AA1790 那一個地址 就是我的 account address 然後呢 它去互動的那個函數 execute那個函數 它的selector 就是15 D40 A3 什麼的 那 我總會去 我發這個地址 因為不是就是 我只想跟這個合約互動 我的目的是 想去跟第三方合約互動 那我的第三方合約的那些data 就是這個transaction的data payload 然後就可以看到下面這邊 所以其實我發這個transaction 真正的目的 是想去跟1188F5 什麼什麼的 這個地址的合約互動 那我想去呼叫哪個函數 就是這個 1d88711 什麼的這個函數 那 我的input argument是什麼 就是23 hexadex17就是23 那我的num是多少 就是0c這樣 所以這個就是 在store net上面 你會看到的transaction是漲掉 你不再是 譬如說 如果這在Ethere上面就會發生 你是 from 6aa17 什麼 to 188 但是這在store net 不會 你永遠每一個東西都是 send to一個 account address 然後你想要去互動 第三方合約 他的那些資訊 是包在transaction payload裡面 好 那這邊有特別去講說 是怎麼計算 總之就是 account abstraction 這個架構 會帶來一個好處就是 所有的第三方合約 他再也不用擔心 要去驗證簽章了 因為 如果有一個人 他有辦法跟你這個合約互動的話 代表他是不是在前面那個 account account contract 他就已經完成 驗證簽章的這個步驟 不然他執行到一半 就會fail 就會revert 那所以 任何的合約 他不願意再反到 驗證簽章 他只需要去關心 今天是哪一個address跟我互動 就好 那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所有的address 他都可以做更複雜的事情 我們不再需要去什麼 什麼部署一個 什麼多簽錢包 沒有 我們所有的account 他都是一個contract 所以他原生就是多簽錢包 你想要去做 各種不同很奇怪的錢包的工 都可以 因為反正他就是一個smart contract 你想要怎麼寫都可以 好 那第二個 會讓開發者覺得有點疑惑的地方 就是 原生的變數型態 就有一種 叫做fail 或者是fail 那這個東西呢 它不是252bit的數字 它也不是256bit的數字 那這是因為一些 高升的數學 對於導致 vk start的運算 只能在一個fail裡面運算 那fail大家可以把它想像成就是 你當 就是有點像 時鐘啦 就是 譬如說 你今天是中午12點 那再過一個小時之後 它會變成下午一點 會變成 你可以把它當13點不錯這樣 但是我們通常會稱它的下午一點這樣子 它就會12點現在就是跳到1 那fail就是類似這樣的意思 就是 你那個數字 超過那個p的時候 它就會跪到0這樣 總之就是它會在這個 數字裡面去做一些運算 那這個數字是 最多 最大數字是252bit 所以也不是256bit 那這會造成一些很神奇的現象 像是 在starnet上面開入裡面 是沒有資傳的 稍微提到這個沒有資傳 會有什麼嚴重的特性 總之就是 starware labs 他們是有提供 U-in-O的機構 那其實它是把兩個fail變數 包裹起來 變成一個straw 所以其實你在呼叫一些 U-in-O的fail去 加法解法 陳法俗法之後 其實你是對兩個 綁在一起的fail 去做一些若干的運算這樣子 那第三個 其實比較沒有通知 就是 拍神派的人 總算可以拍透了 好 做得開放很便宜 Python 不在是Jocsquade的欠下 這樣 這可能算是Python派的福音 那 本來就很快Jocsquade的 就可以透過 有些框架可以去巧接 原本 或者是Hardhead 或者是Google的單案 那你就不需要再去重寫 那些Jocsquade的腳本 好 講了這麼多 我們要開始建構我們的 它如果開發環境 好 所以接下來這邊 因為反正會有錄影 所以大家可以回去 再重複看那個錄影 然後暫停這樣 這些主意指景 就快快的把他講下去 那 首先呢 就是 Windows環境底下 幾乎無法之心 等一下提到第二個迷咒 會非常的痛苦 就是花了48小時 然後還沒有辦法克服第二個迷咒這樣子 會非常的痛苦 好 所以呢 就是建議Windows的使用者 還是 快點投入Linux的回報這樣 OK 所以我們第一步當然就是 開啟一個新的資料夾 建立一個Python Virtual Environment 如果你不想要建立 而選擇版本系 也可以 這樣可能比較危險 會把Python的環境法搞爛 總之就是 開一個資料夾 然後 開一個Virtual Environment 然後呢 你要去安裝一個很特別的套件 叫做 GMP30套件 這個套件呢 只在Linux系統裡面有 Mac也有提供 但是 Windows是沒有的 所以 如果你是Windows的用戶 你就要想辦法去 Noon的網站 然後下載他的Source Code 自己下來編移 可是編移的步驟 可能會遇到一些障礙 所以你可能要寫一些 X86的Sandy Code 這樣 克服你的障礙 好 然後所以第三個步驟 就是 要不然弄得比較 就是 Cyro Language SDK 跟Offensively的 9套件 然後還有一些 一個美的 很好用的一些Library 這樣子 所以你可能就是 安裝 Cyro Day 然後 那也有跟 Offensively的 Cyro Contract 這樣子 然後接下來就是去建立 剛剛提了這麼久 Account Contract 錢包 那有兩種 剛剛提到說 然後圖形化建立 就RXX 那 用9o可以建立 那你在用 9o建立的時候呢 就是你要先在你的 量甲裡面 先去在你的DOT EMP 這檔案裡面 先寫好 你的PerfectKids 然後 待會兒執行 9o Setup的時候 他就是讀這個檔案 所以其實那個使用者 體驗是跟 他去裝DOT EMP 然後 改一改DOT EMP 跟東西很像的體驗 所以剛才提到說 就是 推薦9o這個套件 這樣子 那你執行完之後呢 就會看到 像是 這樣子 就是 這就是我用 9o布號的一個Contract 應該說 Account Contract 那這個 帳號的這個Contract 或者這個錢包呢 它的地址就是 032c instance 什麼什麼什麼 那它也是有PublicKey的嘛 所以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有一個Function 它的名字 叫做GetPublicKey 然後呢 可以得到它的數字 就是 6393什麼東西 這個就是我的PublicKey 那這個原本 這串的東西 應該是Etherns的地址 只是現在變成Contract 它會淆托的一個東西 那 我們可以看到 在9o裡面呢 它布好之後 我們就可以看到 欸 剛剛那個什麼 3241是什麼 就是這個Etherns 它的PublicKey就是 這個 Account Contract 它吐出來的東西 所以 這個就是 所謂的 這個 Account Abstraction的 展現在你的眼前 就是 會是這樣子 好 然後呢 接下來就是 這個錢包 一開始 就是那個錢 所以你要把錢 存進這個錢包裡面 好 那就用 需要用到StarWare 他們官方提供的一個 算是這個Bridge TokenBridge 那就可以用這個 StarGate 把L1E存進這個錢包裡面 那這邊特別提醒到的是 也許未來會有改變 但是目前 但是只能用 Prom加Metamax 加RX 所以如果你是像我一樣 很喜歡用Firebox 那 很抱歉 就是 只好去裝 這樣 有點討厭 好 那如果你是用剛剛 Nile 的 錢包建立的話 那就是 先用RJX 先把錢 弄到RJX 然後再轉過去 Nile的那個 Nile 所建立的 Account Contract 在裡面這樣子 OK 然後這邊有附 這個 Gordy的水龍頭 就是 StoneWare 他們Mainnet 當然是基於 EthereMainnet 那他們測試也是基於 Gordy這個 測試點這樣 好 好 這個 這份 講稿是有放在 Costcof的那個 什麼 筆記之類的那個裡面 好 那 所以我們接下來就是 進入到 開始寫Pyro合約的奏 那 這個合約呢 就是 只有40一行而已 其實是蠻短的 那它的內容 就是 跟 Remix 它 一開始建立的時候 會有一些範例的程式 那其中有個程式叫做 Storage這個程式 那它的邏輯很簡單 就是去開一個 StateVariable 或是StorageVariable 那這個StorageVariable 可以偷兩個 兩個函數去 改動它的詞 一個函數是去 存入一個詞 叫這個變損點 然後另外一個是去 View這個詞 是多少這樣 所以呢我們就有兩個 不同的Function 一個叫做Store 另外一個叫做 Retreat 那Store這個Function 它在做事情 第一個就是 它只讀出來 然後 再把新的詞寫進去 然後呢 它會 就是 彈出一個Event 這樣子 那在Kyro裡面 它Event的寫 是這樣 就是前面沒有什麼 Event 它是 Event名字這樣 Event 然後後面加一個東西 那在 StoreVari上面 目前 還是 就是 在使用 Pyro裡面 撰寫的時候 目前還是沒有支援 Index的這個 關鍵字 所以就是 你所有的變數 可能 就是 你就要自己想 去Curry 就沒有寫 方便Curry的方法 那 Retreat這個Function 要做事情很簡單 就是把它寫出來 然後並且Return回來 那 為什麼要寫這個Retreat呢 我們就把 StateVariable 或是StorageVariable 設成Public 就好 為什麼會這麼方便 是因為 Selida自己 每次在幫你 Curry的時候 其實都會 把Public的StateVariable 多加一個 Gatter的函數 可是Pyro沒有什麼方便 所以你就要自己 想辦法去寫 所以如果你忘記 寫這個Retreat 或是 您這邊要想討 很多 其他一樣的函數的話 你到時候在Public 合約上去的話 你就沒有辦法看到 你現在是 什麼 所以就是 這一步記得 不要忘記這樣 總之就是把這個 這段Code 字架 把它 複製 貼上 儲存在 Contract 底下 Storage.Kyro 這個答案 然後呢 接下來我們就去編譯 這類的字架 但是我們在編譯之前 我們有幾個 幾點 也要特別提醒 就是 第一個 剛剛提到 Pyro language 你沒有自傳 所以 所有的自傳 都要自己想辦法把它 從 自傳轉成RCP 再把它轉換成 數字 就是Fail的形態 但是呢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Fail 它只有 兩個個分別 相對 31.5個 RCPO的字 也就是最多31字 那 IPFS CID V1 是49字 CID V1 是49字 所以這個意思是什麼 你如果要寫一個NMT Counter的時候 你連一個 IPFS 的 Contact ID都沒有 把它存進去 哇 這不是很嚴重的嗎 真可怕 那這樣子 怎麼可能 所以解決方法呢 就是 你可以自行去定義 Straught 包裹數的Fail 所以呢 再當我們提到 由我自己去實作 關於ERC7EA的Pyro實作版本 它裡面 就是 我就把它定義成這樣 就是 BaseUri有Rundle 就把兩Fail包在一起 那TokenUri 是把一個BaseUri 跟另外一個 U-In-O格的TokenID 再把它包在一起 這樣 所以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TokenUri 它Return出來的東西 就是TokenUri 那這個BaseUri 就是包了 就是一些Data Structure 那 Ison 就是 腳本 是可以很方便的 把String轉成Fail 把Fail 或者String 所以到時候 從電商Trip回來 一堆這個BaseUri 就想把它先Split 然後再 把它組成String 這樣 那到時候想要改 一些Uri 就是 也是透過這個Function 想把它轉換一下 也是很方便 所以其實 沒有大家想像是這麼的困難 那另外一個 也會讓開發者 非常痛苦的地方 就是 Carroll 是沒有辦法寫迴圈的 哇 這真的太棒了呢 這樣會有程式語 是不能寫迴圈的呢 那再看看怎麼辦呢 就是Recursive 我們都知道 Loop跟Recursive 其實是等價的東西 只是Recursive 比較難寫 但它看起來比較沒力 那Carroll為什麼想要這樣子做呢 除了跟它背後的 一些數學有關 那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 它需要 再來編譯合約的過程 每一個步驟都是Deterministic 這樣子才有辦法 轉換成ZKStart的 一些移層的原因這樣 好 所以總之呢 就是 Carroll是沒有回圈的 所以迴圈都需要用D迴圈去取代 好 像Selute裡面 你寫一個for loop 那這個for loop 我們可以看到它 現在就是從 index01234 然後就跳出去了 它就不會做 好 那在Carroll裡面要怎麼做呢 我們就是先 好 可以一個 變數I 它是D 然後我們先做D次 就是index0那一次的Due something 然後呢 我們再去D回的去呼叫 I加1 然後 I加1 是 把它位進這個repersion這個方學 那repersion這個方學 它第一步會先去判斷 現在這個I是已經到了 那 如果 還沒有到5的話 那就是在做一個項目 然後在D回的呼叫一次 這樣子 所以這樣子呢 其實就可以達到 回圈的效果 但是其實Carroll Lendingquist 它是有提供 這樣指令 可以去做生生的跳躍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利用 一些比較底層的方式 去實作為 原本很方便的回圈 但是呢 這樣子是跟Carroll原本 設計的理念 是有所違的 所以 你這樣子做的 目的就是要付出 你要去維護那些 System Pointer的代價 可能會比較累一點 所以就比較不建議 而且Carroll Language 它是朝向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角度 去開發 設計去演進的 所以在Functional Programming的時候 是沒有回圈的 可以用 所以大家在開 開發Carroll 合約的時候 還是照作者希望的去發展 能夠比較好 好 那最後一個需要注意的就是 這個 Implusive Argument的動詞 那這是什麼東西呢 事情是這麼發生的 就是 Carroll Language的 每一個內角感觸 都是 建立在一個 一塊一塊 連續的位置 你的記憶體當中 運作 那我們就知道 一塊一塊連續 記憶體 就是要去記錄它的 Range 或者是它 目前 在頂端的Heat 之類的 那個 位置 所以你就會有些 Pointer下去維護 那一般Carroll Compiler 它其實會自動去處理那些 環境的維護 所以你 其實看法者 只要記得去 該宣告 該宣告的 這也是為什麼 剛剛這個 這個40億 這個範例程式 那大家 如果比較細心的 可能會發現 我什麼前面 都會有一個什麼 System Comptor Habbit Comptor Rent Check Comptor 在做的事情 是這樣子 不一定要選擇 可能有些幫選擇 其實是不需要選擇 這些功能 但是 我自己的習慣 是通通都先選擇 然後等他最後 要追加換程式 在很難接可以拿掉 這樣會比較舒服 不然可能 連Compile都沒有辦法 到過那個程式 這樣就會非常的不通 好 講了那麼多 就是來賓 合約吧 只是很簡單 就是那樣Compile 那或者是 那要看後面加 你想要特別 編譯的那個 那編譯完之後呢 我們就是 那也是 那要投影 然後選 你的網路 用網路這樣是要 在 G Revolving的 測試鍵上面 所以 輸入這份子 也可以 那部署上去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 它就會變成這樣子 那這邊 就是一開始 部署上推銷 應該是 Not Verify 那你可以選擇把 程式碼 再 靠這個選項 裡面 然後去上傳程式碼 去 Verify 這個程式碼 就像 EnserScan的期間 是應用一樣 那你可以在 這邊 More 有一個 Verify Controls 然後 填地詞 然後 CompellerVersion 的 測試 他記得 CompellerVersion 要選對 那 CompellerVersion 他有時候會 綠色去抓 我們剛才的 同一個派遜 Virtual Environment 想安裝 Cyro版本 所以如果你忘記 或什麼太確定的話 你就去 P3 然後 List 查一下Cyro版本 是什麼 然後我們可以安裝 0.9.0 所以就是 0.9.0 這樣 好 最後呢 就是我們要跟 Cyro會有互動 第一種選項就是 像 Metamix 然後跟 EnserScan的 互動 所以就是 換成R.x 跟Vorg 那 我們可以 就是在 剛才這個 Contract 譬如說 我今天想要去跟 這個 Store這個 函數互動 所以呢 我就是先 我們的 Ultra.x的 這個 錢包 跟這個網站連結 他已經連結好 所以這邊是綠綠的 然後說 連結好 然後呢 我就輸入一些紙 然後按 這樣就可以 那 他就會送出 全世界 這樣 那 就是 我之前已經試過 所以 目前這個 寫過是 23 這樣 就是一開始出 14 目前是23 用之前 存過23 這個數字 好 那另外一種 它就是使用Nail 那Nail 跟 Call 那Nail 那Nail 就是跟 就是 跟 跟 Rite 方式 互動 那 就是它的 那也可以看到這邊 如果你用 Starnet 它原生的CLI 像裡面 它自己就是 在那裡 所以你有時候 會不會很大錯 這樣 鬥大幾個字 很討厭 那也有 可能就比較緊緊 好 那 最後呢 這邊就是提到說 我是做了一個對 ERC721 Version 3.1 版本的 Pyro Toucher 好 那 這邊先稍微提一下 ERC721A 它 特別的 insight 在哪裡 就是大家都知道 它會很省GAS 它省GAS 就是 如果你是用 ERC721 UriStory 或是Numeral的話 其實是開一個Rite 然後這個Rite 你每一個 Sale 每一個Element 它都去 儲存 每一個Token 它特定的TokenID 或是TokenUri 是什麼 那很明顯 你會知道這樣 就會 到配對空間 所以就很貴 所以 一樣 C721A它的insight 它的特別 就是 不要啊 我就是 改一個Sale 所以 譬如說 假設我先query TokenID2號 的這個Sale 之後 那我要知道 TokenID2號是誰 擁有 就先去查一下 它那個是多少 和它那個是空 所以現在程式就知道 我還沒有找到它的擁有者 所以我就把Pounter 指向1號 它是往左去掃 那1號也是空的 所以我們還是沒有找到使用者 現在這個Pounter指向0號 0號有了 它是AzrusA這個使用者 所以我們就知道 它的ID2 是由AzrusA所使用 那 就是 它就看上面是 它實際上是這樣子 下面就是它的 羅集上它的 意思是 AzrusA3 有沒有0號1號2號的 Foken 1有沒有3號4號的 好 好 所以我們就秉持著這個概念 就把它想辦法把它轉譯成 Tirol的程式吧 那 那 就是 然後前面宣告一些 還宣告一些 這些 這麼第一步 就先去 做一些index的檢查 確保它沒有違反 譬如說 我現在要去 所以 民營運前 最多的號碼 是100號 我現在去 要確証 Werry 1000號的Token 很明顯 這個Token 是沒有會造出來 所以這是違反 所以它是先去 做一些range check 這樣子 那 做完range check之後 我們就下次進入 剛剛那個 Wild或是Furred的部分 好 我們就回到了 它如果是沒有 回圈這個 大難關 所以我們現在就要 用recursive去實作 那 那就是 先去判斷看 第一次是0號 因為如果是0號 這個Token 沒有被 持有 如果不是0號 我們現在已經找到 address A 的 那如果是0號的話 我們就幫 Pointer 往前置 並且 幫我們目前的 Pointer 去 遞毀的呼叫能力 所以遞毀的呼叫能力 凱數 不好意思 就是當大 遞毀的呼叫能力 凱數的話 就是去呼叫 這個Wild Owner 去O 這個凱數 然後 總之就是一次 做那個遞毀的事情 大家可以 稍後的去 去匯一下 那 總之就是 呃 頂詞這樣看你 就可以想辦法 Carlo特約 把它寫出來 然後後面就有一些 如果有個方法 大家可以去看看 那 今天時間關鍵所以就 這個 最後呢 Owner 是為了什麼 剛剛 剛才的那個獎者 也有提到說 我們有一個很厲害的 Transter 他叫做 WAR 那 他不是也可以講 同樣事情嗎 可是 剛才那個獎者 他沒有提到的一個點是 目前這個 Transter 他還沒有辦法 完美的轉移 多數 有什麼 譬如說 ABI以後 就沒有辦法轉移 然後 其實大多數 Token URI 他會看的時候 會用到東西 Message value 也沒有辦法 Message data 也可以 Transaction Organ 也不能 還有一些 更多的一些東西 那還有一點就是 在Standnet上面 因為他的Hash function 其實也不是Hash 259 他其實是一種 基於 應該說是 financial friendly的Hash function 叫做Patterson Hash 那 雖然官方是有提供 就是 這方面一些很友善的工具 可以去做轉換 不過我們都知道 開發者如果 他沒有意識到這件事情的話 你可能 你的Hash function 被轉換的時候 然後 它會產生一些 非預期的結果 你可能會 Return出一些 你不想要的Hash 但你可能不知道 那你就把Hash 也不上去 然後反正就造成一個漏洞 所以呢 其實現階段還是 比較不建議說這個 Patterson 來去 直接去對 比較複雜的專案 去做 這個 轉換 還是比較建議說 如果你想要去做 比較複雜的轉換 那還是建議 就從0.0開始去寫 Patterson 去做的 OK吧 好 那最後這邊就有 提供一些 可能是 聯繫 大家可以看看 最後呢 也是 封商一下 就是 台北Isher Meetout的朋友 最近 有舉辦 一個 付券活動 那這個活動呢 是 By Isher Foundation的 Rent 才具有高額獎金 最大 如果是對 ZKP 或是 明知識證明的專案 還有興趣的話 可以 在這個地方 放我們一下說明會 好 所以我們今天的 影響 到這邊 到一個段落 是開放大家可以提問 還是 各種開弱的 問題 都可以問一下 好的 好的 我們先 先重述一下這位 聽眾的問題 他的問題是 在 StartNet上面 或者是 ZKRallup 不一定 就是 不太確定其他 在ZKRallup 是怎麼做的 至少在StartNet上面 所有的地址 都是由 Contract 而 AccountContract 去實現 那這樣子的 Contract 有辦法去實現 多錢錢包嗎 所以答案是 有 而且這就是 AccountContract 他想做到的目的 因為你的地址 它都是一個Contract 所以這是什麼意思 你的地址 想要做什麼事情 都可以 它不再是一個 Private Key 去簽一個 TractNet這個動作 而是 你想要做任何複雜的事情 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呢 其實 剛剛前面有 付的這個 VIP2938 跟 VIP294 其實 最一開始提 它 TractNet的其中一位 提案者就是 ByTonic 它本人 非常的認同 應該第一 就是要做一些 複雜的事情 它不應該只是 一個很簡單的 密碼 千張而已 就是 這就是 目前 Ethere 如果你要弄的 多線錢包 會比較很大 可是如果Ethere 換成 TractNet的話 多線錢包 就會變成 原生的資源 但當然 這對Katica 就是一個 就是 會有些事情 要保護 所以目前 雖然還沒有做到 Account of Traction 但是也許未來 是有機會做到 因為畢竟 這是一個 非常 就是 Promising的一個目標 謝謝 謝謝 如果 不好意思 提問的觀眾 在那個 slido上面 也是有 提問的 所以 也是可以到 slido上面 到slido上面 你看 訊息嗎 看起來是沒有 這還是 頭的發問 對 對 如果大家 想要快速的 提問加 EAS-721A的 其他的 這個 函數 他特別是在哪裡 也是可以的 請 請說 我來 問一個 比較熟一點的問題 就是像 現在這樣子 那大家都知道 你可以參 你可以知道 那對於 我們一般使用的 像是有些 App 它會有所謂的 空投嗎 對不對 那是所謂的 Dotnet 它是不是會有 類似這樣的空投嗎 那對於一般 只會利用 像假設MT 可能比較喜歡MT 又可以看這些 使用者 他們能夠怎麼樣 加入到 開口 這樣大堆的生態系統 然後想辦法 開口 有機會 拿點空投之類的 參與進去 嗯 好 我先付述一下 這位聽眾的問題 就是 目前有很多的 Raw out 它都是有提供空投的服務 像是之前 非常火紅的 Optimism 它就有提供空投 那 Arbitrum 即可 也會提供空投 因為至少它 之前有辦一些 神奇的活動 應該就是 吸引大家 想要去 用到服務 然後就可以賺空投 那所以 Starnet上面 可能會有空投嗎 那一般的使用者 要怎麼透過使用 他的 這條鏈 去參與到他們的空投呢 那 嗯 我不太確定 他們官方有沒有空投 因為畢竟 我們是他們 組織的成員之一 但是我相信 空投應該是促進 要使用 Raw out的一個 刺激的手段 所以 想必他們應該 可能會有空投 或者是為了 類似空投的方式 就是刺激大家使用 增加的使用 那樣 現階段還是沒有的 那 一般的使用者 要怎麼去 參與到這條鏈呢 那 所以你的第一步 要就是去安裝 RGNX這個 錢包嘛 就像 你有Metamaster錢包 或是一些其他的 Etherin錢包 你才有辦法去用Etherin 所以呢 目前 Starnware 他們也自己的 就是跟RGNX 他們開發這個錢包的 密切合作 然後加強這個錢包的 使用者體驗 因為目前其實 可以看到這個錢包 它的操作上面 還是非常的陽春 然後 也不是很好的一個狀態 所以 你今天看起來很簡陋 然後 功能不是很多 相比這個 Metamaster 好漂亮 然後你可以切換不同的電量 你看看 複旋 相比RGNX 還是沒有到這麼的好用 不過那也是因為 目前 ZCarol 不管是哪一個系列的 ZCarol 其實都還在開發中這樣 所以 建議大家如果對 Starnware 這條地點興趣的話 那也是第一步 當然就是去安裝 RGNX的這個錢包 那 目前 比較沉重的產品 其實是 另外一個 是 所謂的 Star EX 它其實是一個 基於 ZHEROM的 一個 Exchange Ecentralized Exchange 那 Star EX 是比較早提出來 所以在提出來的時候 還沒有 GENERAL COMPUTATION的能力 所以在 Star EX上面 是不能互合約的 它只是一個 Ecentralized Exchange 可以去使用 這樣 所以建議大家可以去 安裝 RGNX的錢包之後 去使用 看看Star EX 這樣 然後可能就多用之後 就可以 知道它的缺點在哪裡 然後趕快在Discord 或是一些 論壇 等他們官方人員去回應 然後他們官方人員 也是相當積極的在 就是 維護社 所以 相信他們應該會 聽取大家的回應 好 多用的話 你就可以編早期參與者 可能 就比較容易獲得之後 的共同 才 謝謝 我們時間就到這邊 所以謝謝大家 今天的聆聽 謝謝獎者分享 謝謝獎者分享